奥加华大师按摩椅 关爱脊椎健康 真声音由奥加华独家冠名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奥加华真声音 本节目由奥加华独家冠名 奥加华大师按摩椅 关爱您的脊椎健康 各位好 我是依依 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的压轴大战 即将在北京鸟巢拉开序幕 谁会最终摘得桂冠 接下来跟随真声音的镜头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五强学员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感动 一张有黑的面 一头特意扎起的脏片 来自西藏日喀泽的扎西平坐 一走上舞台 就用一首融入了藏语饶首的一面湖水 惊艳了现场的所有人 那么说 我整盘的眼泪 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 一面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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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 귀 absol &"? 这面湖水 一面湖水 i- irrig房子 一面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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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赛通走 一面湖水 一空装水 你自卑能猜不听我唱歌 他身边的佩列压巴 过过去几乎的程序 这些移民的真有所藏的真心抗衷 你抗衷给拉姆 你三难去干嘛 你三个的明朗为素 电弓晚里的虽微卷出了密打了 我出生自己的机会 举人身给拉姆 我脑衣老 老夫要抗衷 扛衷给拉姆 从哪里的 mighty love 去让你了全聚 停车 静呆了 精呆了 你是越往后越 真的 他一次一次地告诉我 他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刚才这首歌 给我感觉好像是好几个人唱的 太神了 不过今天我们倒是也受教 这个不瞒大家说 我是第一次听到藏语的饶舌 对啊 真的是 蛮酷的 谢谢老师 而爱才心切的刘欢老师 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 竟然走下导师战役 诚诚恳恳地邀请他 加入自己的欢乐战队 你肯定还有别的本领 肯定会有另外的东西 给大家更多惊喜的东西 我特别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们一起合作 把你所有的本领拿出来 给所有的人听到 谢谢老师 谢谢 超级感动 超级感动 然后刚刚就那种 感觉是梦吗 就那种感觉 然后一直从电视上 见到的所有老师 站在自己不到一米的距离 然后能看得到他 然后都出汗了 特别紧张 就是超级兴奋 比唱歌还紧张 是这样的 刘欢导师的真诚 也最终打动了扎西品错 欢乐战队又入一员猛将 而一面湖水这首歌的 超强编排 也成为了扎西 后续赛程中 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刘欢老师把我们带到 全部都给弄出来 全部家里给翻出来 那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弄 人家就觉得 你第一首那么棒 是不是第二首会更惊艳 所以就选歌上确实 就在这首歌的里面 树枝上 树枝上 藏著能演一篇 啊 如一個舞台 如一個舞台 上面藏著春天 树枝上 树枝上 藏著能演一篇 啊 如一個舞台 如一個舞台 上面藏著春天 树枝上 树枝上 藏著能演一篇 啊 如一個舞台 如一個舞台 上邊藏著春天 啊 如一個舞台 啊 如一個舞台 啊 如一個舞台 少遠長際春天 非常非常世界音乐的东西 而且他今天畅游在 他自己的那个旋律里的时候 我觉得好美 谢谢老师 你今天你真的是我的骄傲 然而在组内冠军赛的 第一环节合唱比拼中 面对帮唱嘉宾谭维维 第一次见到大明星的扎西 却泛起了尴尬 都不敢睁眼看对方 林华老师说这样感觉 你根本有人和没人都一样 你只是这样 那个窗彩拍了三次 第二次是我 第二次是看的 然后谭维老师看我 我紧张忘了 不过经过刘欢老师 和维维老师的起立协助 扎西最终克服心理障碍 一手窗再次取经四座 多少年以前 多少年以前 多少年以来 还有多少年 还有多少年 我说扎西没事吧 我说没什么事 可是我 我哭了 也许是放松的心态使然 最不想赢得冠军的扎西 却站在距离冠军最近的地方 一曲原创歌曲 阿妈的手 在她的动情演绎下 彻底征服了现场的评审 这个来自西藏日喀泽的 普通数学老师 带着对音乐的热忱 一路从西藏赛区的海选 走上中国新歌声的舞台 以所向披靡之势 一举夺得 刘欢战队组内冠军 巅峰之夜 他能否再续辉煌 让我们鸟巢总决赛 渐分晓 我叫肖凯叶 今年26岁 我喜欢音乐 尤其喜欢七八十年代的音乐 慵懒的长卷发 精致的妆容 广东女生肖凯叶的到来 为今年的中国新歌声 吹来了一阵 华丽柔美的复古之风 这首创作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经典老歌《爱我》 在他的演绎下 愈发缠绵翡测 你的手指 你的梦 你的后劫 你的口 总忍不住 徘徊逗留 怕一生爱都挪不走 你的笑容 你的愁 你的心情 你的梦 总忍不住 愧疼追究 在生命的旅途中 在生命的旅途中 我想与你甘甜与供 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 少你左右 我想我什么价值也没有 爱我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 在你怀中 被爱占有 那种满足时 一切比不过 好好爱我 拥有极具辨识度嗓音 和语中不同气质的萧凯业 让冲下来的两位导师 如获至宝 随即展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抢人拉锯战 大姐 这样 我帮你说一下好了 好 好不好 其实你唱这个歌 隐藏着一个导师的名字在里面 什么歌 怕一生爱都挪不走 哈哈哈 哦 尼森对 是不是 所以 那姐 这个好像真的是属于她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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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周杰伦 友谊的小船说饭就饭 最终陈奕迅老师成功将她收入战队 而作为一名致力于原创的酒吧助唱歌手 肖凯业和自己的乐队一起编版的至少还有你 只能让更多人看到了她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只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耳目一新的改编 虽然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不同的风韵 没想到 却引起来现场导师和评审们意见的两极分化 以我的经验来说她穿R&B能力非常大 对 但是今天有瑕疵在 谢谢老师 我们讲点比较音乐性的东西好了 好 这个R&B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R&B的东西 那我觉得前面改个和弦蛮不错 但是副歌的第二个和弦为什么要改 虽然经历了质疑与认可的悲喜交加 但在导师魔鬼六次方循环大逃杀的比拼中 肖凯叶还是以优势胜出 成为了陈奕迅战队的冠军候选人之一 然而也正是在这场比赛中 同时跟自己来参加比赛 并成功加入了周杰伦战队的妹妹肖敏叶 却遗憾落败 止步舞台 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我不想要跟妹妹PK 如果跟她PK的话 我们有一个人必须要走 是吧 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也许是带上了妹妹未完成的梦想 进入组内冠军战的肖凯叶 再一次拿出了令人惊艳的实力 和实力唱作人黄韵玲合作的这首 《生命中的精灵》 顺利的将她送上了 冲刺鸟巢的终极对战台 关于爱情的路 我们都曾经走过 关于爱情的歌 我们已听得太多 关于我们的事 他们统统都猜错 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也 cross船 只对应一个人 начал 只对应一个人走 只对应一个人说 哦 哦 哦 關於愛情的路 我們都曾經走過 關於愛情樂樂 我們已經和太多 關於我們的事 他們統統都在做 關於心中的花 心中的花 心中的花 只對你一個人說 一個人說 而緣分和命運就是如此的奇妙 上一輪的大逃殺 妹妹蕭敏葉對戰張澤 而在距離組內冠軍一步之遙的最後一戰 蕭凱葉的對手居然也是張澤 一邊是帥氣有形的BBOX小王子 我一張TV一轉轉紅紅的湖冰湯 我一張TV一暮暮的會散在月光 一間牢牢的老酒一段舊舊的舊時光 我可以給你每一張前面照拿去剩下 我說啊 屏風就該遮冰霜 屋簷就該當夜光 江湖就該開山窗 屏曲就該耍花槍炸下麻木 一邊是人美歌甜的氣質女神 兩人難風不重的表演 讓導師們集體犯了難 而不得不做出最後決定的陳奕迅老師 居然出其不意地發問 你想跟我去鳥巢嗎 想啊 脫口而出的這一個字 簡短有力 與其說是一份近跡的野心 不如說是一份對音樂的執著 讓我們一同期待 這個為音樂而生 擁有一顆終於出現的老靈魂的90後女孩 在鳥巢巔峰之夜的華麗蛻變 歌聲慵懶中帶點囂張 囂張中帶點性感 女rapper葉小月一登上第二季中國新歌聲的舞台 就用她極具風格的演唱 一下抓住了導師們的耳朵 我真想有那麼的單純 我不可能 等到就沒有別的可能 我怎麼唱 我怎麼唱 因為我對這首歌也非常熟悉 王菲已經夠懶的了 你唱的比他還要慵懶 慵懶是一種態度 但是慵懶加點囂張我覺得這個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就覺得我好像我唱了20年的歌都比較少那種囂張的 所以我特別欣賞 謝謝老師的喜歡 各位老師好 我叫做葉小月來自廣東汕頭 然後 今年26歲以前是一名護士 現在是一名 underground說唱歌手 從看上去安穩的護士職業 轉而成為一名地下說唱歌手 造成這樣巨大轉變的原因 還要從葉小月的男朋友說起 你為什麼從護士轉到了這個唱 Rap 其實當時是認識我男朋友 然後他是善頭一個滿出名的一個rapper 可是一開始就覺得說唱好重口 但是後來慢慢我也聽到了很多正能量 夢想愛的音樂 我也希望我是一個有思想 然後有正能量的一個說唱歌手 渴望用說唱傳遞自己獨立態度的葉小月 毅然選擇離開家鄉汕頭 到廣州進行打拼 放棄優渥的生活 一切歸零 葉小月也曾經歷過家人反對 和經濟拮据的雙重打擊 我家裡快要跳天了 就我爸爸就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是公務員 然後他希望我是非常安穩的工作 然後就做個護士就好了 可是最後我選擇離開家裡面 然後去了廣州 因為就是真正融入在音樂的時候 我經常是做歌做到凌晨四五點鐘 就為了討論一首歌或想一個歌詞 曾經最慘的時候是銀行卡剩幾毛錢 但是我覺得走過來了 這些都是我寫作的素材化為靈感 才有這樣的作品呈現在大家 經歷過磨難 方知勇氣的可貴 歷經過挫折 才知堅強的真諦 這個夏天 葉小月登上中國新歌聲的舞台 就是希望傳遞出一種 新時代女性應有的獨立與自信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個勇氣的存在 即使我可能就是長得不高也不漂亮 但是也不嬌小 但是我覺得我只要有勇氣 我就可以戰勝一切 我的選擇是 我選擇加入的戰隊是 陳奕迅老師的戰隊 導師搶人戰的精彩表現 也為葉小月在大逃殺階段 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周杰倫導師的直接點名 讓她和莫安琪的嘻哈對決 成為了本季中國新歌聲 最具火藥味的比拼 我所有想要表達的話 都表達在我的歌曲裡面 我覺得新時代的女性 就是應該獨立 勇敢 自信 然而成功挺進 導師組內冠軍戰的葉小月 還沒來得及多感受一下 勝利的喜悅 就馬上全身心投入進 下一輪歌曲的編排中 其實我每一個作品 都像我的Baby 我的小孩一樣 編曲 作詞 作曲 全部自己重新做 在風裡飛 當我不顧一切 可能在後面飛 在那邊 當我重視一月 在風裡飛 當我哭 OK 就是真的 從這個比賽到現在 我可能 沒有好好的睡過幾場腳 完美主義 不願妥協 最終 葉小月為大家帶來了兩首 充滿驚喜的作品 一首是《平凡之路》 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很準有力地述說著 當下年輕人的狀態 收獲了評審們的一致好評 早把好行李坐上車的那一刻 父親的眼神被失望 展成黑色 即使哭泣 絕不能懦著 選擇這條路 就別滾著對錯 每個夜晚提起手中的筆 偷偷練習 一句又一句練習 給自己打氣 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街道 陌生的真群中呼吸著陌生的空氣 就是她把她的故事融入進去 然後唱出來那種power 然後那種故事感 讓我沉浸在這首音樂之中 這首歌把平凡之路 唱得特別不平凡 因為這首歌 大家都耳熟能詳 都是一個固定的旋律 但你唱出了不一樣的感覺 特別有你自己的味道 另一首 則是晉級下一輪比賽後 旋律燒慢的Bad Boy 展現了葉曉月 在音樂上更多的可能性 這首歌 這首Bad Boy 作為Hip-Hop 作為Rapper 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在一種比較聽起來很冷的 速度並不快的東西 他用說的加上唱 給我們傳遞出來一種情感 一種情緒 或者說是一種狀態 甚至我剛才覺得 我都感覺到他的態度 最終也正是這種獨立自信 堅持自我的態度 讓葉曉月成為了 陳奕迅戰隊的第二名冠軍 今晚他能否在巔峰之戰中脫穎而出 助力新近導師陳奕迅 贏下新歌聲冠軍頭銜 讓我們拭目以待 歡迎回到奧家華真聲音 本節目由奧家華獨家冠名 奧家華大式按摩椅 關愛您的脊椎健康 冠軍組合的幾員大將 可謂是藏龍臥虎 而我們姐弟聯盟 納英 周杰倫導師的學員 也是各展瘋芒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回顧 學員們過關斬將的精彩歷程 我叫郭沁 是長沙人 我是千禧年出生的 郭沁有著他這個年紀 獨有的單純和靦腆 她的歌聲載著心性的流動 心如其歌 美若黎明 趁著你還沒醒來 我已悄悄地離開 迎著第一滴風 穿過最後的無安 黎明 黎明還沒升起來 心裡已經有期待 雖然還有傷痛 走已習慣了忍安 我聽見那天堂鳥 已開始的歌唱 跑過來又跑過去的風 還在遊打 我看見那夢中人 走出彩色的房間 遠處漸漸生氣不一樣的照樣 清旋的聲音我聽到 很通透 好像我都變青春了 郭同學 你是女版的小李健 最終十七歲的郭沁加入了 納英戰隊 在滿場的春暖花開中 完成了自己在中國 新歌聖舞台上的首個挑戰 隨後 郭沁在導師搶人大戰中 把一首傳歌 演繹出了別樣的精彩 不僅讓專業音樂製作人連連稱奇 甚至還顛覆了周杰倫 對於原曲的感受 風而熱吹動我的船翻 船而揚隨風蕩漾 我會忍耐心的一場 我會忍耐心的一場 送我到任意思念的地方 我會忍耐心的一場 我會忍耐心的一場 風兒要吹動我的船翻 船未遙隨風盪漾 送我到日以思念的地方 你的聲音一出來 有一種招數叫見縫插針 前面那個敵手跟你耍了 雖然何招數都沒有 就是完全顛覆了 我對於那個歌的感覺 然後就被你帶著走了 從第一階段考核 到循環大逃殺階段 郭沁一路平穩發揮 過關斬將 算是那英導師心中為數不多 不用太操心的學員 可是誰曾想 就在組內比賽正式開始前的 三小時裡 郭沁卻因彩排意外受傷 今天下午排練的時候 本來要上場 然後那個燈光太黑 就是那裡有個台階 看不到就到了 當時我其實挺疼的 就是在地上坐了好一會兒 最終郭沁秉持著對音樂的熱愛 強忍病痛堅持回到了舞台 誰知接下來 在導師組內冠軍戰中 郭沁的首戰 就碰上了強勁的對手 葉炫青 再加上受傷必須做著演唱 這都為他的表演 增添了不少的難度 約著唱你一定是沒有你站著舒服 站著唱舒暢 因為我們坐著唱是坐著唱 他是有條腿 他是有條腿難受 然後就 而且是有個痛感在的 坐著唱 就是可能會有點奇怪 你們看的可能也有點奇怪 就是我一直抓著那個扶手嘛 我就是想使勁那種感覺 面對諸多的不利因素 郭沁在上台前 成功頂住了壓力 激發出了更強的戰鬥力 成功挺進最後的冠軍對決 請我沒沾沉的路過 看海天溺澀 聽風輕雨落 隻字袖吹散蒼茫茫眼泡 島嶼的翅膀 已經太遼闊 我鬆開時間的繩索 我鬆開時間的繩索 看你飛遠去 看你離我而去 原來你生來就是一天氣 每一滴淚水 都向你流淌去 到流淚最初的相遇 到流淚最初的相遇 在流淚最初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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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了實現自我突破 郭慶在最後的組內冠軍爭奪賽中 大膽嘗試了一首悲傷的情歌 《紫》 用自己的理解低音淺唱地 述說著歌聲中的愛情 下滿天 一起趕亂下滿天 當閉上雙眼 還往返流言 未完的心願 但是根據殘酷的賽制 導師必須在兩名學員當中 挑選一人登上鳥巢的舞台 面對著郭慶和西林納一高 這樣出色的學員 納英頓時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最後 不得不選擇放棄分配分數的權利 讓專業評審 來決定自己學員的取留 我就不要再投票了 最終 郭慶以七票的微弱優勢 取得了勝利 成了第二季中國新歌聲 納英戰隊的冠軍學員 今晚 這位年僅十七歲的少女 能否肩負起 隊友們的音樂夢想與希望 能否再次以黑馬姿態 綻放出屬於自己的光芒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或許明日太陽熄下 卷鳥已歸石 你將已經踏上舊式的歸途 人生難得再繼續你 像指的伴侶 生命中就難捨 藍藍的白雲天 威威到來到略顯歡快 董姿彥極富音樂性的演繹 讓周久倫導師在歌曲 還不到一分鐘的時候 就選擇按下了按鈕 就這樣 董姿彥一首爵士版的 《戀曲1990》 成為了中國新歌聲史上 最快獲得手衝的學員 我很少在聽到這個歌曲 排不到一分鐘的時候 我就衝下來了 因為我可以聽出來 他是一個非常有音樂性的人 剛剛前面的轉調 一般如果你真的沒有練過 幾十次以上 那個轉調你要這樣接過來 那根本音是跑掉的 得到了首位導師的肯定後 董姿彥的演唱 開始變得更加豐富 不同元素的層層疊加 讓陳奕迅和劉芳兩位導師 接連按下按鈕 其實我 我就很想讓我下來看看 這個是誰 究竟他有多瘋 蠻有特色的 是另外的一個味道的爵士 詮釋 他那個聲音 還直直那個很小幅度的 那個Vibletoe 還蠻有特點的 面對到生命的一致認可 董姿彥顯得有些激動 因為在新加坡 爵士樂的市場 並不算大 想以此為生 已實屬不易 更別說 受到廣泛的稱讚了 其實在新加坡 唱爵士 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是圈子很小 觀眾也很少 所以真的挺掙扎的 爵士樂 好像在全世界各地 都是這個境遇都差不多 他的聽眾也 就是這個範圍就這麼大 於是在這個夏天 董姿彥帶著自己 對爵士音樂的愛 站在了中國新歌聲的舞台上 大聲地說出了 自己此番前來的目的 我覺得 我在選擇導師的一個考量 就是 哪一位導師能幫我 把爵士大眾化 讓爵士可以讓更多的人喜歡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很主要的一個考量 對 因為我小眾太久了 我不要再小眾下去了 最終 董姿彥選擇了自己心目中 最能抓住大眾口味的 周杰倫導師 成為了地表最強戰隊的 一名黃金戰將 而他也帶著 周杰倫導師的信任 以及自身肩負的使命感 將一首爵士老歌 我要你的愛 發揮得淋漓盡致 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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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哇 哇 我要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的 我要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的 我要你的 你為什麼不走過來 我說真的 剛剛聽完董姿彥的 我沒有辦法再聽別人的音樂 所以你真的是地表最強 所以我把票投給你 謝謝 謝謝 謝謝鄭總老師 喜歡 多維俊 我 我們 你 我 有一 不會 曾和唐 他 我 我 他 也 我 你的 我 我 謝謝傑倫老師 真的覺得老師很寵我 一直都讓我唱我喜歡唱的風格 包括你選哈林老師給我幫唱 也是你最喜歡的導師是不是 在你面前不管那麼說 沒關係 你就直說 對 說出來沒關係 對 繼續也是這樣 哈林老師是在 華語流行音樂界裡面 最早玩爵士 還有Blues的氣氛意味 是不是 說到這邊要掌聲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自己心裡爽就好 鬆弛有度的演唱 天衣無縫的配合 讓董姿燕以壓倒性的優勢 邁入了下一輪的比拼 而這也意味著 昔日台下的好夥伴 達布希樂圖 如今成為了他的強勁對手 面對這樣的命運安排 董姿燕一反常態的選擇了一首 極其安靜的情歌 在突破自我的同時 體現出對對手最大的尊重 Lying beside you Hear in the dark Feeling your heartbeat with mine 今天晚上其實我可以算是 下了一個挺大的一個賭注 選了一首非常安靜的歌曲來唱 這其實是一個很不比賽類型的 一首歌可以這樣子說 可是我覺得是 絕對是給我的一種勇敢 董姿燕最後的放手一搏 獲得了導師以及評審們的一致任何 最終以23票的優勢 成為這一季中國新歌聲 周杰倫戰隊的冠軍學員 現在在舞台上呢 是周杰倫組的冠軍 有請看了老師周杰倫 還有今晚的助身嘉賓 余神經老師 一起為董姿燕送上冠軍獎盃 不忘初心堅持所愛 即將登上鳥巢的董姿燕 能否靠自己的力量 讓夢想照進現實 又能否幫助杰倫戰隊 打破亞軍魔咒 奪下冠軍頭銜 讓我們巔峰之夜 劍分曉 2P 2P 打你後面 我們是你的脊椎 你老是這樣長時間工作 我們很辛苦耶 看我的 奥加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